走进瓜园内真的好惊艳 超级巨大的袍瓜让人看到都傻眼 几乎已经大到像西瓜了 有的袍瓜躺在锅子 有的躺在篮子里 因为真的都太大颗了 差不多是48 49 农民评估这颗还在果园内的袍瓜 大概就有48到49台金 家中已经采收的一颗也是超级巨大 将近50台金 用食一粮高也有将近60公分 真的好吸精 屏东万轮这名果农用自己的有机肥料 种出超级大的袍瓜送给亲朋好友 最大就有将近50台金 对比一般市售袍瓜 最大也才十多台金 几乎是三到四倍大 而瓜园里面最小的也有25台金 多半都在30台金以上 已经采收了70多颗 我问他你种这么大颗药要怎么吃 你要把它切开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捧那个符瓜去送给人家 他就已经两只手都已经三腾了 味道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很嫩的 这好玩 一开始是纯心想说 自己有跟人家不一样 据无霸刨瓜最大重约50台金 将近有60公分高 真的好吸精 大刨瓜在瓜园里躺锅子躺篮子 也意外成为特别奇景 先起讨论 记得张春华 陈山山屏东采访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